美国职棒大联盟MLB就金山巨人队 首度举办台湾之夜 会打执行长黄仁勋穿着黑提衣与夫人一同现身 会打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力领美国职棒大联盟 就金山巨人队组场担任开球嘉宾 吸引上前台湾人挤进甲骨文球场 想要一赌风采 这是黄仁勋季五月在奥克兰运动家后 再度为台湾日战上投手秋担任开球嘉宾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台湾日这个活动 热身前还特别到台湾球迷区帮大家签名 拍照留念和现场球迷热情互动 台湾的办事处有po说有办台湾节 所以我们就很早就买票 八月初就买票 黄仁勋的魅力是无法党的 当我们跟大家报告说 我们邀请黄仁勋来开球的时候 这个巨人队帮我们侨报说 保留观众席的票快点卖光了 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台湾日活动 能够更加来允许我们台湾相亲的相亲力 庆祝台湾之夜 旧金山市长国贸商务办公室主任钱德勒 也以VIP的身份参加活动 巨人对台湾之夜市由长荣航空公司 观光署驻旧金山办事处合力促成 在黄仁勋旋风加持下吸引上万名球迷 球场上满满的台湾元素 希望让美国民众看见台湾的文化和热情 中央社记者张新渝 实习记者叶芳于旧金山报导